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华府29日报道,美国学者罗伊·Danny Roy在最新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军事实力都在增加,但从政治、经济或战略角度看,台湾最终不勉强服于北京的观点都站不住脚。 罗伊在这篇24日的文章中分析,台湾人民如果决心维持自己的自治,中国以非志愿手段强迫台湾统一的能力人是高度不确定的。 他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控下崛起的中国更坚持要解决区域内的争端了,对中国而言没有比台湾主权问题更重要的了。 许多分析家似乎认为台湾要维持实质独立的现状,一个自治的台湾越来越困难。 罗伊从三个面向分析,一是北京、台北与华府的决心,二是中国以经济影响力吸塑台湾的两岸政策的能力,三是中国以军事手段让台湾屈服的可能性。 他的结论是,台湾虽面临挑战,但不必然悲观,台湾岛上的人民在可见的未来仍有奋力,一搏的机会维持实质独立。 罗伊指出,台湾关系法并未保证台湾在遭遇中国军事攻击时,美国一定介入,但保证会继续提供台湾武器和训练以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御能力。 这种模糊的政策当初主要是为扫除美中发展坚守性关系的路障。 817公报甚至承诺对台军售的食量都会下降,但多年下来,美国为吃住了对台军售的政策。 欧巴马和川普政府都无例外,军售也被视为美国政府支持台湾选择自己的两岸关系的政治象征。 有报道指出,美国将派遣海军陆战队驻首新的美国在台协会办公大楼,这是重要发展。 陆战队的进驻将使AIT更像典型的美国大使馆,而北京对外国驻军一向十分敏感。 他说,华府的决策者仍有三个强大理由防止中国强夺台湾。 一是让侵略性的独裁者威胁自由人民挑动了美国价值,虽不能保证美国的军事介入,但美国国内要求干预的呼声一定很大。 第二是台湾占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是中国海军要在第一岛链外行动的天然障碍。 台湾落入中国之首对美日都会是重大战略挑战。 最后,他表示,美国若在台湾被侵略时拒绝防御台湾,会让亚洲各国怀疑美国的信用,防御台湾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总是会依情势而定。 但只要美国继续在亚太推动民主,有意维持战略领导角色,而且中国的某些行动从根上上挑战美国,那美国介入台海危机的理由就依然坚实。